早上好啊 今天是我卡拉郡徒步的第二天 刚醒来 我这会儿的感觉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样 全身疼 哪有疼 看看今天慢慢天气怎么样 这几天天气应该都还可以 我现在录营的地方是在帕萨克族牧民的槽场里面 然后这一片这一路过去都是别人的槽场 在他们槽场录音是要收费的 好像是20还是30 我带的睡袋是700克的 我没想到这个里面会这么冷 因为我想着睡袋加羽绒服加羽绒裤 应该差不多了 帮我们驼行里的马帮 它是在这个 这边 后面哈萨克族牧民家住的 昨天晚上 去问他们借了一床被子 不然的话昨天晚上肯定会被冻着 昨天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 帐篷里面全部都湿了 睡袋面上全部都湿了 就是水汽比较大嘛 水汽比较大 这边上全是湿的 全是湿的 哎呦疼死我了 身上哪哪都疼 早上 喝咖啡 吃个泡面 放便便 可以泡水泡 现在是9点半 太阳一出来 一马就热了 羽绒服都不用穿了 早晚温差特别大 收拾完毕出发 今天要走的路段 是在草原上行走 爬山的话不大 基本上就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比较缓和的草原路 昨天走的路是整个卡拉郡最蓝的一天 其实昨天最蓝的路我都没有拍 全是上山路 手机没有电了 再加上也累得很 就没有拍 今天的话跑走了 今天大概要走上20公里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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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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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个领队挺好的 是不是都还会等我一下 今天要走20多公里 现在一半都没走到 休息休息 一路上都是这种风景 还有一半的路程 一直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 大堆 大堆 我来看看 最后5公里要老命了 这个坡爬的 厉害了 马上到坡顶了 走了5个多小时 中间还有休息的时间 是13公里 13公里 海拔2500 加了件衣服 吹风了 冷得很 好累啊 海拔2580 走了差不多15公里了 不对前面还有几公里 我没有开手表 今天一整天都是在大草原上行走 到今天晚上的营地了 真的感觉快累死了 不想搭帐篷了 这边有蒙古包 太累了 动得不想动了 全身疼 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好几个团的人 都在这边 好多那种孤独旅行团 今天晚上不搭帐篷了 和阿姨一起拼蒙古包 吃饭了 你去吃饭 不可以吃饭 要自己拿碗吧 哎呦 吃饭了 跟着他们一起吃吧 哎呦 实在太累了 带着自己的碗和筷子 晚饭和他们一起先餐 做的啥好吃的 米饭炒菜啊 我还吃四个菜呢 啥条件呀 吃四个菜呀 对呀 还有肉啊 还有一条 行就算了 五个菜 吃上了四个菜 你看说我把板垫带错了 不带板垫钱呢 没有 我把板垫 我们平时徒步都把板垫装在包包头里 这次出来就没有拿出来 你们这个徒步生活有点好啊 刚好用上 以后生活健康才在办呢 没地方坐的嘛 我去我早点亮点 我自己早点理会了 这才第二天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脚底板 脚底板起了一个泡 然后全身疼 这才第二天呢 要走六天 接下来还有 80公里 走不动了 怎么办呀 不过这边的风景真的挺好的 很原生态 还没有信号 完全的就是 逃离城市 逃离人类了 这种感觉 一路上只有一些这种牧民的房子 但是牧民他们夏天的时候在这边放牧 冬天的时候都不住这边的 这边是他们夏天的时候的牧场 就包括我们这个营地这里 也是 他们夏天过来放牧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走了 回去睡觉了 现在是 8点钟 这边晚上10点钟天黑 我们下个月的 市民 。 觉得